在我们地球上 有许多发生着诡异事件和未解之谜的地方 比如魔鬼之地的百慕达三角 加州死亡谷 古埃及的金字塔 巴比伦的空中花园 玛雅文化 撒哈拉 火神火种壁画等等 如果我们把这些地方都串联起来 你会发现他们竟然神奇般地落在 被称作上帝之环的神秘北纬三十度上 而最近轰动世界的四川三星堆 恰巧也处于这神奇的环带上 三星堆古文明最早发现于1929年 由一对父子在挖水沟时 无意间挖出300多件浴石器 经鉴定 发泄是价值连城的历史文物 五年后 考古队又发掘出600多件文物 然而当时学术界只是把它当作古墓遗迹而已 直到1986年 几位农民挖土师再次挖到了567件玉器 紧接着在二号坑出土了6095件古物 而这些古物里面包含了大型青铜荔人 青铜神素 纵木面具 青铜神像 黄金面罩 尖杖 大量的象牙等等 这一下才让沉睡素千年的三星堆神秘文物 一举惊天下呈现在人们眼前 那么为何这些文物会引起如此巨大轰动呢 在这之前不也有许多青铜古物吗 原来这次出土的青铜文物 无论是外观上还是意义上 都和专家学者的认识大相径庭 甚至已经超出陷阱文化的认知 文物中也能注目的就是造型奇特的青铜人面造像 一双大大凸体的奥特马眼睛 两个大耳朵 高挺的鼻子 这和华夏面孔完全不是一回事 那它像谁呢 还有其他奇奇怪怪的各种青铜人像 让人感觉好像不是来自同一个世界的文化 在众多青铜人面造像中 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青铜纵目人像 因为它有一对凸起圆柱形的眼睛 凸起部分长达16公分 完全冲击正常人的认知 还有一个大勾鼻子和一双超夸张的招风大耳 而且还带着一丝神秘而诡异的笑意 这东西有1.38米宽 约0.65米高 重80多公斤 这是给谁戴的面具呢 难道是巨人 有人解释说 这尊人像表现的是神话中具有千里尹 孙丰儿的神人 三星堆还出土一样文物 这让现代人们好奇 而令专家莫名其妙的 是一个看上去好像是汽车方向盘的古怪东西 到底这是什么用途 难道又是一个高科技的产物 在众多的青铜器中 有一个身高1.8米的青铜大力人像 尤为令人皱目 这尊国宝青铜人像通高2.62米 重达180公斤 是目前最高的古代青铜人像 被誉为世界同像之王 至尊青铜大力人像身形极瘦藏 一双兔目和两个大耳 头戴高管 身穿龙纹的华丽衣着 还有绑成辫子的长发 明显这个人身份大有来头 有人认为他是古蜀国大祭司 甚至是古蜀王 但是最让人好奇的 还是他那双就造成环壮的夸张的大手 给人的感觉就是两手在抓着某种东西的 但是奇怪的是这两只手 过程圆形环状的圆形轴并不从合 也不相交 所以很多人在猜测 这大力人像手中到底拿的是什么呢 结果很多天马行空的设想纷纷出炉 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大胆的设想 但很多最后很难成立 但比较多人认同的猜想大致有两个 一个是象牙 因为象牙的大小即弯曲形状 和大力人手中孔洞十分契合 而且象牙与青铜器 本就从一个坑被发掘出来 所以这一说法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 而另一个猜想是 大力人的大手在抓着一条大巴蛇 象征是大力人是古宿国灭杀巴蛇的大英雄 而有些民间收藏到三星堆遇器中 也证实了这点 还有一个更加特别的想法是 因为大力人是大祭司 他的双手正在打着和神沟通的大手印 这想法可说是超乎寻常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了一颗最大青铜神素 这颗一号青铜神素高度为3.96米 整颗素分为三层 每层有三根素枝 每根素枝占着一只小鸟 所以共有9只鸟 而素枝尾自然垂下 素的最上端的部件已经缺失 素下有一个圆形底座 素盖上还有一条稻垂的龙 好像从天而降一般 这一号青铜神素与山海经中的 福桑同天神素的描述几乎完全一致 据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 汤谷上有福桑 时日所遇 在墨赤北 居水中 有大木 九日居下之 一日居上之 意思是汤谷这个地方长着一颗福桑神素 十个太阳就栖息在这棵树上 这树就是同天的剑树 有九个太阳栖息在树枝下 一个太阳住在树上端 这和青铜神素上有九只神鸟十分吻合 那么根据山海经 一日居上之之提示 推测这棵青铜神素上所缺失的部分 应该还有一只神鸟居于神素顶部 或许在未来 这个缺失的部分 会在其他地方被挖掘出来还原真相 而盘龙居于神素之上 则是表达了顺天梯而往返于天地之间 从而达到人神交流 又或是巫师的驾成神龙 其实 据专家研究 三星堆出土的神素 可能誉为上古神木之一的剑木 传说剑木是沟通天地人神的桥梁 就是人可以通过剑木往返于天地 传说剑木长在天地的中心 这是一个很美丽 万物长生 没有灾害的地方 这里有许多神话中的奇情异兽 这剑木祖干之上路云霄 没有一点旁生之节 这颗通天神素 长在都广之野的中央 而天梯就架在中央 人可以通过他地上通往九天之上 曾经福西 皇帝等人就是通过剑木来往于天地之间 与神灵沟通 最后剑术被皇帝孙子专续砍断的 说是为了不让天神过多的干涉人类 也就是历史所称的 绝地通天 从此以后 人类再也不能自由往返天地了 或许青铜神素的真实意义是反映着 古术先民是处于天地不绝 人生相通的时代或更早 也就是说三星堆的先祖文明 很有可能就是始前文明 有关三星堆的来源 众说纷纭 莫衷一世 不过一副超现实造型的众木人面相 或许已经道出它的来源 有古籍《华阳国志》这样记载 有蜀侯蝉虫 其木种史称王 意思是说 有个古蜀王名叫蝉虫 它的眼是突然 是第一位古蜀王 据说它的眼睛不仅像螃蟹一样向前突起 而且还有伸缩功能 而纳纵木青铜面相 很可能就是指这古蜀王蝉虫 而夸张的16公分突然 和速力的赵峰鹅 或许是说明这古蜀王具有千里眼 顺峰鹅的神奇能力 还有在蜀王本记中有这样的描述 四十人蒙 追忌佐任 其木种 不小文字 未有理乐 这其木种 再次说明古蜀人的眼睛都是外图的 而不小文字 又恰恰反映了所有三星堆发掘出来的文物 都没有发现任何文字的奇怪现象 不仅如此 三星堆一号坑出图的鱼鸟尖藏 上面刻有许多神秘图案 这也将成为皆是其祖人的线索 而对于这组图案 有人解读是第三古蜀王 鱼胡 因为从上而下图案 鱼鸟人正好对应了鱼胡王的名号 不止这些 三星堆还出图了许多有鸟 或鸟与鱼并存的贴物 图腾 这不就是代表第二王是伯祸 以及第三属王是鱼胡的象征物吗 而且还有另一件题物 鸟角人像 这位是谁呢 看来就是指鱼胡了 这也就透露了三星堆的文明 是和古蜀人有极大关系 还有李白的诗 蜀道难 就是在描述流传千年的古蜀国传说 他这样写道 蜀道之难 难于上青天 蜀虫及鱼胡 开国和茫然 二来四万八千岁 不与秦塞通人言 翻译成白话就是 蜀道真太难喷登 简直难如上青天 传说蜀虫和鱼胡建立了蜀国 开国年代实在太久远了 到现在大概有四万八千年 因被秦领所阻断 无法和外界沟通 另外在蜀王本记记载了蜀王的名单 蜀王之先 名蜀虫 从开明上到蜀虫 即三万四千岁 就是第一位蜀王是蜀虫 第二王是伯祸 第三蜀王是蜀虫 第四福泽 开明第五 而从开明上到蜀虫五代 一共有三万四千年 以上礼白和蜀王本记 都不约而同描述了 国蜀国的历史 最少以三万年以上 远远超过了我们这七人类历史了 那不也是史前文明吗 最低限度 从三星堆出土的那些 稀奇古怪的青铜人像来看 和我们现在的人类面相 完全不一样 从这一点上看 就足以说明 三星堆文明和我们的文明 不是一回事 所以它很可能是史前文化 除了青铜器件 还出土了不少黄金物品 其中包括黄金面具 鱼鸟金杖 金箔 及金斧头等等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黄金面具 这最新发现的黄金面具 虽然只有半张 但已十分震撼 因为它非常厚和重 不需要任何支撑 就可以独自立起来 这半张黄金面具 宽约23厘米 高约28厘米 重量约为280克 而且看起来金光灿灿 这表示当时金银锤碟和抛光技术 也相当高超 另外还有一把西式黄金权杖 长143厘米 直径2.3厘米 重463克 金杖上刻有许多神秘图案 做工十分精致 这样一来 问题就来了 黄金这种贵重金属十分稀少 在几千年前的远古时期 按正常想法 当时人类并不会开矿炼金 哪来的那么多黄金 去制作金气呢 况且黄金的熔点为 摄氏1064度 普通木炭燃烧温度 通常在摄氏900度左右 不足以融化黄金 哪来也炼金素 但又如何制作成工艺品呢 这令专家学者百思不得其解 这些金气不仅数量多 而且体型大 制作精美 对比中原 虽然同时代的烟商 也掌握了黄金偷袭加工技术 也有黄金制品出现 但和三星堆倒大量金气比起来 实在是小屋见大屋 可见此时的古俗国 在黄金开采和加工工艺上远超中原 而且还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黄金文化 而这种特殊黄金文化 在中原文化是绝无仅有的 比如制作黄金面具和黄金权杖的文化 让人不期待想起古埃及法老的黄金面具和金杖 难道古埃及文化和三星堆文明渊源流长 有一个日本专家尝试使用古老的技艺来教住青铜像 于是便选择人手鸟生青铜像 因为人手鸟生青铜像在其他青铜器相比之下 制作难度并不算高 而且结构比较简单 然而出乎它的意料 实验了好几次均已失败告终 因为每当高温的铜在接触到低温的模具时 温度会降低 然后很快凝固 导致一些非常精细的部分 比如鸟爪鸟会这种精细部分 难以清晰被教住成功 后来研究发现 三星堆精铜器的部分 不是只有铜 竟然还有铃 原来铃是用来降低金属的溶点 而且不会产生气泡 因为铜的溶点达到了摄氏1083度 而铃的溶点较低 只有摄氏590度 将铃摄在铜之中 会降低金属的溶点 降低了燃烧难度 要知道的是 古属人使用的燃烧材料 是木材 木材的燃烧温度 只有摄氏700到900度 更令人惊奇的是 其中铃成分做到精准 占比为铜的10%左右 因为如果添加铃的比例太高 会导致合金不稳定而易脆断 但是添加铃的比例太低 会使铜质的流动速度变慢 甚至凝结 所以只有恰大好处的添加铃元素 才能够保证合金的稳定性 又可以大大增加铜质的流动速度 使得它们能够流入到细小的部分 才能够把鸟爪这种间隙部位 胶筑成功 即使和中原的胶筑青铜器技术相比 也不遑多让 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是添加了细 会比较坚硬 虽然中原的青铜器普遍是巨大 但却粗犷 很少精细部分 比如后母屋顶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 铃元素300多年前才被试人发现 比古属人晚了最少3000年 所以可以看出古属人的智慧是如何了得 不仅如此 除了青铜器外 三星对遗址中还出现了其他的高科技 比如在没有液压机的时代 古属人就已经能够将两根铜管 扭出圆秤的麻花样式 在制作高达4米的青铜素时 为了保证青铜素结构的稳定性 它们竟然在原材料中加了钙 青铜神素上的鸟采用的是焊接工艺 和锚接技术 在如今还在使用 如此可见古属人的科学技术有多么发达 三星堆和金沙两处遗址中 考古学家发现了大批象牙 出土大约一千余根 一个遗址出土这么多象牙 到目前为止是绝无仅有的 问题是这么多的大象来自于何方 经鉴定 那一千余根是亚洲象牙 现在的亚洲象主要分布在印度 孟加拉国等南亚和东南亚地区 而自古以来 数到便有南予上青天的说法 如果说这些象牙都是从南亚 东南亚那边运过来的 那是两倍于南予上青天的困难 那么有一个可能 这些象牙可能是产于原地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难道远古属地 曾是大象居住的乐园 现在来说说出土的 大约有4600多枚的贝壳 其大小均匀 而且还有加工很低 考古学家认为 这些有目的的精选贝壳 是一种特殊的货币 从贝壳纹路来看 专家可以确定 这些贝壳是来自于印度洋 此时一个问题出现了 遥远的印度洋的贝壳 究竟是如何到达三星堆的呢 有一种说法认为 古属国人航海技术相当发达 并允设从洋 与外国进行许多外贸交易 比如和印度 巴基斯坦 甚至遥远的马俄地夫 有商业往来 并以贝壳作为货币 所以才拥有这些大量 来自印度洋的贝壳 好了 影片就到这里为止 如果对我们的影片内容感兴趣 可以分享出去 并按下订阅按钮和小铃铛 那样影片更新时 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谢谢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